Computex 的 Day 2 Computex 的 Day 2 我來這邊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很漂亮 就是台北的君越酒店 來君越酒店 其實Computex 現在分得很開的東西 有一部份的廠商會放在南港展覽館 其實有一部份會放在君越酒店 為什麼呢? 舒服很多 也很好閒 也可以跟他們的客人 好像我們這些人渣 聊聊聊聊聊 其實環境都相當好 現在我們在等待其他代理 或者等朋友一起去看看 究竟有什麼是君越的呢? 先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不要錯過我們任何節目 來不及待 可以拍嗎? 你看到我看我自己拍的影片嗎? 知不知道我旁邊這堆是什麼? 這堆是上次拍過片的Performance 1FT 這個就展示了整個家族的四款 我想這隻機箱太多了 我都不太說了 轉頭另一邊的大機箱 都是已經拍過的P20系列 P20系列有成五款 P20C、P10CE、P20C、P20C的ARGB 白色的ARGB、紅色的ARGB 我不知道說齊了沒有 但總之有這五款 其實看一看各自各有它的特色 但始終我已經玩過了 對我來說好像差那麼多 有沒有新的呢? 就要走到那邊 這個很迷你 這是什麼呢? 果然女人也是喜歡白色的 話說我們剛才都跟他們… 不是啊 不… 剛才跟他們聊天 會不會全部都是大機箱 有沒有一些小箱的新款呢? 因為我覺得小箱來說 其實最近買得比較差 或者少些人去提及 主因都是因為40顯示卡太大了 但你看到這隻全新的Constellation 是Constellation 什麼英文? Constellation Constella Conste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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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X 540 這一款呢 它其實就是為了要安裝這麼長的顯示卡 可以做這個什麼? 什麼? 機上電腦 這一款是MATX為主打 安裝很長的顯示卡 頂部和底部一樣 可以安裝360水冷排 但是有一個很致命的點 就是火牛的限制 如果頂部安裝360水冷的話 火牛只能安裝1cm的長度 如果不是 你想安裝比較沒那麼誇張 不是 沒那麼勁抽的水冷 或者行裝2成 或者是封爛的話 其實火牛的限制就沒那麼大 變相其實 你最主要砌的時候 都要考慮你的火牛買多長 然後呢 這隻箱都有好幾個特點可以說一下 其中一個點 就是這一款 最高階的玻璃有螢幕版 螢幕版會跟之前的P-1FT一樣 都會做CPU溫度 GPU溫度 其實這隻箱 所有東西都好像這樣 損位可以拆掉 但看到嗎 拆完之後 這裡串了 它的I-O 是沒有跟著我頂部的cover 而拆掉了 但我唯一略嫌它 可能USB一個Type-A 就好像少了一點 雖然TOTAL也算是兩個 這個是快的Type-C 前面板要拆也不難 拆又是 火牛在前置位置 它可以TOTAL有4個adjustment 看看你裝什麼 可以怎樣去adjust 這裡就已經是一個MASH的面板 沒有再特意外加多一個隔層 根據朋友所說 其實都夠玩的 這邊是一個Tiffany Blue的Antec Logo 還沒對 可以 可以 這裡有Tiffany Blue的Antec Logo 可以 這裡有Tiffany Blue的Antec Logo 你懂得分嗎 別人跟你說你才是 我回答你時N就是錯 隨便吧 你不要拿聽過的東西 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這叫低調 對不對 其實背面那套拆出來 我看過一下 其實都是易執線的 大致上都是這樣 但是暫時聽到 雖然價錢都有點貴 好像都說要 可能要換港幣 可能也要800元 這個我覺得 要在我價錢上再研究一下 今天沒有新的水冷器 仍然是用Votex RGB 去做它的主打 正在顯示240 和360的黑色白色 但是 我不知道拍出來 你覺不覺 我覺得白色是真心漂亮的 人靈頭 就頂了 做什麼 白色鞭券 什麼 你喜歡白色衣服不要穿 除了它一扮 白色的水冷器都是漂亮的 風扇善業 善業 是否有那些 這叫什麼效果 糟糕 總之就是漂亮 今年Ntech會有新的風扇推出 新的風扇 其中一個主打 可以做到 30mm厚度的風扇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第一 可以做到更厚的風扇線葉 其實做到這麼厚的風扇線葉的好處 就是 你刮風扇 可以刮多一點 還有 其實做到30mm厚的話 對我們安裝的兼容性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這裡你會看到兩款的新款 一款就是Storm T3系列 也會有120 或者140 然後中間這個有圈圈 就是它們新的Neo Prism T3 這一款就是前後也有圈圈的 今代改良了 比上一代PRISM 應該會更加好性能的說 這個是新的不懂讀Reverse 這一款風扇的話 它有做到反葉的 它是做到這個14-12cm的反葉風扇 但是我覺得它的風力 是蠻有料到的 現在它這樣吹的 我肚腩這個位置都感覺到 還有感覺的 以反葉風扇來說 這個性能都蠻不錯的 他乘機飛你我 接著就是其他這些款式的風扇 Fusion 1型 RU RGB 好像之前已經有了 接著就是剛才提到的 Fusion T3 好像都沒有什麼特別新的東西 Storm T3 Fusion T3 F12 這款F12 就做了波浪紋面的扇頁 波浪紋面的扇頁 通常做到波浪紋面的話 結論一樣 就是一個導風的效果 完 喂 不好意思 話說今天是5月31號 我們面前的NTAG新的火力 New Echo Go Modular ATX300 拍攝了 逐差一點 面前會有什麼呢 會有850火 1000火 黑色白色 和1300火 我已經收到代理的報價 其實都蠻吸引的 1000火的話 就是做1370 850火就是1000 1850火1000 1850火1000 1300火價錢超便宜 1650元 全部都會有12V High Power 即是16pin頭 其實我有口行問過他們 其實 天生火這件事 做不做到兩個16pin頭 其實他們是可以的 這件事是數字上可行的 但可能要等到4090 Ti 4080 Ti的推出 才有這些新的Adapter 之餘的東西走出來 現階段就沒有了 咦 剛才有說什麼 接著是Accessories 然後有這些 接著是Accessory 喔Accessory 我聽到Accessories 是什麼呢 中數嘛 加東西數 總之就是這些 有這些VGA的 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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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呢 就跟我看過 我那次裝的那隻很像 不說什麼牌子 這就是V3的版本 也是黑色白色 V2的版本會短一點 只有前後的動動 只有向前向後動 只有向前向後動 對 向前後動 旁邊就是最舊的版本 都只能向前向後動 但是應該吃不到40的卡 因為 只有兩槽的設計 比較舊款 那要吃到40的卡 應該要用這邊 這一片 那這一款 我想大家都不會太陌生 對吧 我也做了一些不少的東西 那現場線 都不用說太多些什麼 他們接下來都會說 會有16片頭的線材 會推出 還有會考慮 要不要做一些比較短的線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長度 對於組裝的朋友來說 可能都會覺得太長 執線的部分 會有少少困難 接著會有新的VGA Holder 主要分了兩種 一種就是 平常是PCIe slot的位置 有燈和沒有的版本 然後呢 就有玻璃款 的Holder 有像獎座的位置 是不是 接著會有這些直立的 直立的 但我覺得這個頗漂亮 不知為何 我覺得這個頗漂亮 不會漂亮 我們現在去另一個牌子 就是剛才在那個大堂門口 我們向右邊轉 就是Antec 然後呢 左邊轉 即現在我們的直去 就是Pankex 追風者 做什麼 可以不要我走得快 受理 你走得快 你摸殺你老闆 你一追到我 我整天狗 他只想追著你 他只想追到你 他只想追到你 哎呀 我追到了 糟了 這部份 有新產品 第一個就是火牛 然後呢 會有散熱的部分 我最後要跟大家說回機箱的部分 先來看到這裡 火牛的位置 就是新款的FIVOT 系列 哎呀 手拿這隻 就是FIVOT的1600火 這個是TITANIUM的級數 剛剛問過他們的同事 基本上整個系列 都是跟CSONY合作 CSONY是代工的 但是呢 他們這次 就玩了一些新的東西 你看到它那塊 後面的那塊 是有寫了 成 Cable 你看看它們的火牛盒包裝 Power Supply Only Cables So Separate 沒有Cable 就是跟你說 牛沒有Cable 即是說你這盒 買回家 是真的只有 這一塊 對啦 那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想 將一些東西 是由用家 去決定 他想買什麼 的線材 或者什麼顏色的線 因為基本上 現在CableMod 我想大家都會知道 你玩開電腦東西 它有出很多不同的線 之類 他就跟他們合作 去推出 我只是買牛 當然售價 就比一般同級的 會便宜一點 但是 你就可以上CableMod 去訂線 但是呢 以我所知 你上CableMod 訂線 都可能成過月 變成你買這隻火牛之前 你就要想一想 我會訂定PAC線 當然 它自己都有推出 它們自己的線材 它推出了兩款 會有這一邊 一個Complete Set 和這個Starter Kit Set 那Complete 就不太好說 Complete 當然就是 整盒線 整齊 裝得到 整個牛的那部份 然後這個Starter Kit 就相對簡單很多 超正的 剛剛我們看過對比 它的Starter Kit 這裡這裡這裡 Cable的數量 Starter Kit 其實就真的剛剛好 正常人砌機用得著的 線材 有多的 基本上都沒有 如果不是我本身 可以用PCIe的 那你就要買 Complete Set 新一部份 就有新款的D30系列 其實D30已經在賣街 D30的重點 就是想做 跟樣子有關的東西 之前的T30 就是跟Performance有關 你也知道 T30這隻風扇 就是沒有人可以 充電到它 就是最封頂的Grading D30呢 其實就是玩樣子 玩樣子的話 你要看看 那什麼特別呢 以往很多的RGB風扇 其實它就會在 這個中間 風扇的軸裡面 放RGB 燈顆顆顆 但其實它 就會在那個 橫 那邊 放燈 我按停了 風扇線 就明白了 線液本身自己 是沒有任何的 LED燈 但是 這些燈效 射到線液上 令到線液 就好像發光 而且你看到它 現在的做法 是否跟L字頭的牌子差不多 其實做法很相似 也都為了簡潔 你看到 我們現在 有一堆的Cover 在位置 遮回我們平時的螺絲洞 這支風扇的燈效的話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一個 類似水滴的玩法 慢慢的Defuse 它不是說 這支風扇這樣搏完之後 就是獨立自己轉色 獨立自己轉色 不是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Defuse的感覺 由左至右 這樣 埋到去 好 D30其實還有14cm的款 我現在手拿這支水冷 就用了D30的14cm 其實剛才說過 D30是玩樣的 玩樣的 其中一個feature 剛才有多個說過 就是它有很多的Cover 遮回螺絲洞 除此意外 還有什麼呢 其實它好 去遷回MV7 新箱的玩法 其實它中間這些扣扣 連著風扇的做法 是這樣的 基本上 砌完之後 直接拿回這支 完成了 所以整件事做得很簡潔 很美觀 這件事 漂亮得核爆 新水冷 其實我過來台灣之前 試試Glycer 1 T30 V2 來到看到有Glycer 1 D30 沒有分為V 因為D30是第一次放入水冷 這款的話 就跟我們之前想試的 T30 V2 是有分別的 那款是用Aztek Jam 8 但D30的版本 用Arpatec代工 根據它們的說法 Arpatec代工這款 就用回新的Bomb 新的東西 就不會有之前膝蓋的意外 問題之類 價錢相對都說會便宜些 但我個人覺得 就真的好看 你會不會配MV7來用 或者整套都是D30去做 如果基本上不是的話 我個人是很推薦買T30版本 新機箱 MV9 之前有見過MV7已經上線買 MV9 剛才有問過 應該會到10月後才會賣 MV9的話 就比MV7 無論是長闊高 都會割折長一點 其實是幾cm的數字 但中間的改良 兼容性 都會好很多 背部Cover的部分 整合搬到一個Cover 免去做要蓋兩個蓋 還有基本上 安裝完火牛之後 一線丟進去 蓋蓋 搞定 還有火牛的位置 也加多了 指甲 不知能不能看到 就是做火牛的承托 之前有些客人投訴 原來MV7 裝完火牛 感覺好像有搖搖肉墜 會跌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不會的 另外 這一邊的bracket 其實做了可以拆整個bracket 拆出來 以往MV7 這個是連接整個機箱的主體 如果你要拆的話 就要打穿主力牆 不是 打不穿的 但這個的話 就可以有一個整個風扇架 插出來 但這個顯示卡的安裝方式 就是一個DLC 你要另外買 但這個DLC MV7 是裝不了的 這一隻 就是我最期待的新機款 MV5 其實我們身後都有幾款的demo MV5的特別之處 就是它沒有MV7 MV9 那麼大 所有東西都可以用手領的方式 整個Cover 或者機箱的側板 都可以這樣很輕易 拆得出來 其實我覺得最頂的地方 它有MV7的一些特點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 你看到火牛架的位置 其實它是做了斜的感覺 這個位置未必看到 我們看機背 就會知道 火牛位 就會做了打斜的做法 背面的部分 就沒有之前MV7的Cover 理事件的部分 出而代之 就會有這些魔術貼 而且這隻機箱 為了做簡潔 你看到它這些孔孔 是做一格格格的 然後 到這裡 1 2 3 4 都是一個獨立的貼片 這裡1 2 3 這個是一整塊 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我剛剛問過他們 因為你組裝機的時候 有機會都會拿走2-3塊的貼片 但其實我做一整塊這樣的話 三塊連住 那個風流 入風的量 就沒有那麼大 風阻 變相這樣 風阻會比較低 入風或出風的做法會比較好 變相 我就不用用這些 會阻止到風阻的東西 然後 這一個 就是我覺得超棒的地方 可以看到 打開這個位置 直接可以把線材 火牛的線材 如果我真的裝了一條半條 打這個Cover就可以裝得到 超棒 但除了用這個Cover之外 我看到旁邊的那部機 已經裝了一隻螢幕 超棒 剩下的 衣服 算了吧 你那麼肥 來到Corsair 地方 一來就已經有新螢幕玩 這隻就是可以教它的弧道的新螢幕 這隻新螢幕 他們現在玩 會有一個 sample 放EVC 會寫的 但是呢 就未到 喂喂喂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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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人家有這麼玩的嘛 我們講一下那邊有什麼新的東西 那邊就是 Elgato 新產品展示區 那其實左手邊這一邊 它正在表現一支新的麥克風 這支新麥克風就是 XLR 正正子 它也會有這樣的 panel 給你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重點呢 我覺得不是 重點是旁邊這一塊 Stream Deck 的V2 還是什麼 Stream Deck Plus 我喜歡它 因為它有點像 有一個隨便中的產品的2 box 是幫我們做戰片的工作的 雖然我不會太懂 其實它的功能呢 是跟你說的那樣東西呢 我覺得差不多 可以說是一樣的 可以做到一樣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可以 customise 用它們的軟件 可以 customise 你想要什麼 因為最重要的是 這些鍵是可以隨時切換的 它下面一條都是Touch來的 扭扭這些的話呢 是可以按的 是按完才扭扭啊 我教你啦 這些東西 全部四隻妹妹 然後呢 其實我想說 這支CAM 這支CAM 是我最期待的一個產品 USB做到4K60 嘩 它真的很4K 你對前一點你的樣子 對前一點的樣子 不是 你的樣子 看不見到嗎 嘩 山山暗瘡 有面油 你看看你 打燈都是這樣 哈哈 你看我就不窮了 味鹽洞瘡 我怕這東西呢 去吧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個 叫做Work from Home的set-up示範 其實跟我們平常做的那些 都是差無幾的東西 哈囉 那麼喜歡看著自己做什麼 其實都是剛才的新CAM 然後呢 這裡展示這個 Work from Home的set-up 然後呢 這支是它們的Sun Moon 哪支啊 這支 你剛剛看著自己的Sun Moon 不好意思 我只顧看自己 太漂亮了 OMG 這個是LG Display的 這個 叫做SAM 還有它是OLED的屏幕 非常好 27吋OLED的 不知道多少K 糟了 剛才我看到了 6層 2K 284Hz的新玩 你知不知道推出這些新產品 有什麼 有新的軟件 這個區域正在展示新的iQ軟件 就是這個新的iQ Plug-in 它可以做到整個Corsair的燈效控制 它除了可以支援自己的Corsair產品之外 還可以用這個Nano Leaf 是不是不知道 我有啊 喂 不要吵啦 還有隔壁是菲尼泊的 我都不認識 是呀 被你說完 是我的東西 你走了 我走了 你先說你的風扇 我走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革命性的時間 為什麼呢 以往你們組成Corsair的風扇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組成多少套 其實你組成一套也沒什麼 有小小的控制器 但如果你組成無限那麼多套的話 你就會買它的Commander Pro Commander Pro就這麼大隻 現在就跟你說 不用加那麼多飛機啦 iQ Link就行了 那這隻新的iQ Link 這一堆的Systems 是在做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改良了 用一條這樣的線 這樣的接口 就可以做到控燈和風扇供電 去控制風扇轉速的東西 基本上 整個Systems組成就可以簡易很多 而且不需要再放這麼大的控制器 在你的電腦裡面 變相 組成起來真的不是開玩笑 阿婆也先收拾 你拿吧 從後面的位置 什麼 你可不可以這樣穿嗎 好像它一樣 可以啊 只是穿給你看 不要啦 我想看 很漂亮 只是穿給你看 我真的覺得它很漂亮 只是穿給你看 轉轉轉轉轉 哈姆共尼 大哥 一說轉轉轉 基本上要有新風扇 不然怎樣可以試 剛才說新的iQ Link 這個新的iQ Link QX 提列的風扇 相當簡單 剛才說過 一條線 插著它 就可以成辣地 去做控制 或者是轉轉轉 哈姆共尼 但是呢 我要拼的時候 又是怎樣拼呢 其實它中間是有磁石的 這樣而已 吸進去 搞定 多麼簡單 轉過來這邊 這邊是新的自組水冷產品 這一堆就 看到有個悶 我就是覺得這個像養育恐龍的蛋 沒有了啊 是這樣的 沒有看珠蘿基 我看Pokemon 你有沒有童年 神經病 你才沒有童年 什麼來的 一條條 這些是電腦 喂大哥 你有沒有假裝有年紀 不懂這些 你教我的 神經病 我看到這裡有 很漂亮 電腦必備的 hardware 就是RAM Conseca會推出了新RAM Conseca有新RAM 接下來它會推出三隻新的 Dominator 顏色 有黑白灰 灰色會支援AMD Expo的版本 黑白就是For Intel 說一插轉兩條RAM 有些新的東西展示 你左轉一轉 究竟它們在做了什麼 看到嗎 看到嗎 4133 什麼來的 乘2 速度 這個是示範 不好意思 我以為是你的重量 打你 它新的RAM 最高 去到8266 你看一看 它是XMP 但它現在已經是超多 小朋友 應該是CL40 但其實它的XMP 差了一點 就是4133 CL42 已經是高了 低了一點 24GB 單條 total 48GB 暫時來說 我見過最快的一條 就是昨天 A-DATA的一條 透計 哈哈哈哈 接著就是一些 已經是賣街的水冷產品 這些已經賣街就不特別說了 但名字有少少不同 以往我們見到H1什麼東西 Elite Capelix 現在是Elite Capelix XT 問過XT的話 其實水冷頭就不會有什麼特別改動 反而是改動了風扇 令到風扇的部分的Performance 會再好一點 從而提升整體的效果 接著就是機箱的時間 白色 白色 你說不漂亮嗎 白色 現在又漂亮嗎 為什麼 因為上次做都是跳脫的 刺筋 記得嗎 記得嗎 2000D Airflow 可不可以看一些東西 別人不同的 別人先給別人看看吧 別人一個是2000D Airflow 左手邊 右手邊就是2000D RGB Airflow 簡單一點說 就是一開一波給了你 ARGB風扇 左手邊已經安裝好了給你看 它可以支援最新SFXL的Power Supply 所以有一個系列名叫SFL 雙風呀 哈哈 然後它的規格是SFXL 即是毒死人 它們暫時在展示放了一張公版的4080 那... 嗯... 嗯...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對ITX的要求相對高 這隻我還是不說 有機會做評測我們才再說 然後呢 這裡剛剛有一件事阿翠說的 對不起 因為... 現在再說一句 我覺得很不適合 怎麼說呢 它這一個是出了一個新的Wood Pattern的Code 雖然它的木是有蠻有質感的 但我個人來說 這隻白色跟這隻淺木真的不太合 那如果黑色呢 好像將一些金屬的東西放進去 好像很奇怪 黑色的話我覺得是要配上一個深色的木 這個是純粹個人的顏色 那我先踩兩踩踩黑色 神經病 神經病 新風扇 我好久沒出鏡了 不過我先出鏡 你便出了 新風扇了 AF 系列 但是呢 我暫時來說都沒有試過 AF 的話呢 其實就... 神經病 神經病 看你而已嘛 不是在看你風扇 AF 系列都是新的款式 它都出到有15mm厚 即是薄 薄線的玩法 厚還是薄? 是呀 15mm厚度 即是薄新的風扇 有不同的款式給大家看 但是呢 最出奇的話 我會覺得這一款 叫AR的RGB風扇 這一款是Corsair第一次出一個有燈風扇 但是呢 不是用IQ去控制它的燈口 是用什麼呢 5V三針 用5V三針去做 即是第一次看到Corsair有出這些傻珠RGB風扇的做法 對到啦 看到啦 看到啦 所以很奇怪 我第一次看到Corsair會出這種做法的風扇 我看到你經常按一下風扇 我又按一下風扇 按 那看到什麼 是一個風扇 有葉的 是火牛 是火牛 看到嗎 剛才有說過它會有新款的SFXL火牛 就是SFL系列 這裡就展示它有SF-800L和SF-1000L 全部都會支援ATX三針明的規格 但是 但是 Corsair是有它們自己的要求 以及堅持 它是沒有擺原生16片頭的 所有Corsair 火牛 ATX三針明支援 不擺 不擺16片頭 來吧 鞋帶 來吧 究竟是堅持還是固執 應該是堅持 固執 幹什麼 不擺鞋帶是不行的 你什麼事啊 幹什麼擦檔 喊喊臨救 你幹什麼事啊 你不要以你的份量 喊喊的東西就沒事了 乾杯吧 可以嗎 肥仔 你給你到新吧 喂喂喂喂 第幾罐 喝了一罐而已 最後一站來到Fractal Design的地方 這裡展示了最新的機箱款 就是 TERR 哈哈 剛剛都問過專業人士 這隻Terra其實都很過癮 先研究一下它的組裝 打開它 相當簡單 旁邊一搖起就是了 現在展示這部機 會落一隻Natura L12S 簡單說這隻機箱是落不到CPU水冷 另一邊是SFX L的Power Supply 都是自家的Iron SFX 最大可以支援SFX L的 另一邊是這部機器裝了4070 基本上裝這隻機箱不是太複雜 我看過一看 最過癮的位置是在頂部拉起 拿開 又是跟平常的SFF差不多 照一照給大家看一看 首先我會跟回Riser的Cable 然後看到這裏 有分1234567 這裏也有1234567 其實上上下下前後4顆螺絲做些什麼呢 再調整主機板這塊鐵架的位置 調整好之後 其實最主要就是把Display卡用多少位置 你就可以拉多少給它 然後延伸CPU Cooler Clearance 可以有多少空間剩下 可以有多少空間剩下 這個是這隻Terra的有趣之處 這隻Terra推出了三隻顏色 中間這隻在我這個角度有點難拍 這三隻顏色分別就是這隻黑色 然後這隻是翡翠綠 還有銀色的 有眼膩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這裏都是一個木紋面 木紋面 然後都是木紋面 是不是發覺這三個木紋面 都是不同的呢 以往Fractal出了這個木紋面的機箱 其實都不是賭帽或者貼牆紙 都不是貼紙的做法 都是獨立做一塊新的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 每一隻的機箱 都會有不同的Style 真的搞不定 因為太多人在這裏 我拍不到 可以給大家看我多漂亮 但其實這隻箱 它做了一些很可愛的東西 頂頭這個位置 其實不要說頂頭的位置 這幾塊的鋁片 其實都是CNC切割的 然後它這個位置很過癮 這個支撐的位置 你看到它一粒粒粒粒粒粒 但其實你放這塊東西上去 它在這裏會做這個支撐點 但它很神奇地 遮蓋起來 看不到剛才那些一粒粒粒粒粒粒 我覺得這些細緻位 是很有一貫Fractal設計的新的東西 或者Fractal設計的做法 其實是這些尺寸 是差不多的東西 如果你經常覺得這些機箱 你又要裝到水 或者裝到4090的 我不認為你們應該要組裝這些尺寸的箱 這件事我覺得本身是錯的 不應該要出一些新的產品 就有些錯的東西 這件事我已經吵了很多次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Computest的Day2 已經來到這裡就結束了 幸好有Cambl帶我過來Fractal Design Party來玩的 那大致上是這樣 看看這個肥妹 肚餓沒有 差不多圓埋在這 stan 肥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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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肚餓沒 我吃完東西,等你,幾個小時,三個小時,現在幾點,六個小時,反台 好,片段到這裏,看看肥胖外套 不是啊,不是啊,我想繼續吃東西,麻煩你等我 你繼續吃東西吧,我完 有啤酒喝,我覺得啤酒好像幾級 你又說不喝啤酒? 然後又有那些Cottel,我覺得可以喝,飲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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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間公司的食物都好一點,還要給他們一個留言 又做Foodie 今次到這裏,喜歡的like和subscribe 有什麼不明白呢,當然不要問我,有什麼不明白就問他們 是這樣,bye bye 多個難充